字幕志愿者 李华卿 我叫李华卿 六十歲了 都是酒飲食宴 因為初六來的時候 第一份工作是飲食宴 在酒店裡走 之後才賺多錢 賺了少錢 就在酒店裡走 多數都是嫁風 上班 小朋友 那些 學生 不知道為什麼 以前來做得很好 不知道周邊的人 有很多飲食 還是怎樣 今年好像比較淡 我有四個小朋友 我覺得很開心 大小朋友都能幫忙 每天都一星期六日 都幫了我 有很多夜市 擺了三年 一般多本地印 我搬地印多些 有些是幼下 有個夜市 就好一點 都不可以有工作 初次有我的外貌 外貌幫忙 那些糯米飯 都是魚本身 適鮮的 1999年 那次就是 透過總行 龍馬 何督 在這裏 就進來 我會不會有聊天 我都想著 就算他休了 太辛苦了 炸裏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最重要 你喜歡 叫他喜歡 你叫他走 也沒有什麼 都不得了 我是龍馬飯的女兒 通常人這樣叫我 都知道 我是這檔 龍馬飯的人 我眼中的爸爸 就是很勤力的 下雨 打風 她都會正常開檔 以前多數的時間 都會看店裡 譬如我中學的時候 大家都約在一起 去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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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就以為 回到店裡買龍馬飯 即是我爸爸 他在這裏打拼了 三四十年 其實他也累積了一些名義 想把這件事 讓更多人知道 作為他的女兒 可以再傳承下去 當然希望我爸爸身體健康 開開心心